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是華人一年中最重視的節日 這是喜喜揚揚的歡樂時刻 更是與家人和朋友團聚的好時光 而大家知不知道新年的起源呢? 相傳古時有一隻叫連的晚收 它體型龐大又兇猛 經常在歲末寒冬的日子 周圍出來傷害人和農物 大家都很害怕這隻怪獸 所以只好帶著家人去其他地方躲起來 等到連獸走了才敢回家 後來人們發現連獸原來怕三樣東西 第一是紅色、巨響和火光 於是人們就想出一個方法 去到歲末的時候 家家戶都掛上了紅色的輝春 放炮掌發出巨響 並在門口燃燒足之製了火光 之後連獸覓食的時候 聽見這些吵吵的聲音 又發現家家戶戶門前 都有一些紅色和火光的東西 他就嚇得回到深山裡 以後都不敢再出來傷害人 時至今日 我們在農曆新年 仍然都會用輝春、炮掌等紅色的裝置 佈置家 以祈求是新一年有一個平安和和睦的好開始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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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